这个我的出发点 首先来讲我是实话 那不争论啊 知道你的出发点 你的出发点是为了爱她 对 我爱你的 这次你妈被回学之后 这小子该消停了吧 我以为是消停了 然后没两天 她就说她妈找我 向大家吃饭去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坏了我还没夹两口菜呢 她妈就开始跟我说了 那你看咱们就哪天 那个把你父母叫出来 然后这个日子也定了 是不是啊 我当时懵了 我怎么日子啥时候定的 我就觉得我已经 跟你强调过很多遍了呀 我说咱们这事 就是可以往后拖一拖呀 对不对 她妈又这么跟我说 这个这么说吧 比如说上次她说 那个计划书吧 她母亲说 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 你到底想不想 跟我姑娘结婚呢 那你说我能说不想吗 那我只能说 跟那些努力王演一演 就怎么整呗 可是我当时没跟你讲吗 我没跟你讲过 我现在现在不想结婚吗 你讲了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我妈呢 我觉得我们至少要 再相处个几个月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哥们关系嘛 然后后来就是 是情侣了 但是我觉得情侣也不是说 你处个几个月 就可以马上谈论结婚的 因为很多东西 还是需要互相了解的 是 是 是 再人几个月 不就行了吗 嗯 但是现在我不想结婚 就是她跟我妈 给我带来这种压力 让我特别就是 有一种反感 不是没什么呀 不就商量个婚期吗 到人家吃饭 人家妈妈说 她这是商量婚期吗 她这日子都已经定下了 酒店都给我定完了 是我后来去退的 她觉得我 没征求她同意 没尊重她 然后那次我妈 说那个大叔一会儿 来接咱俩来 她说出去溜溜溜的 我说行 晚上可她好 我俩下楼了 她就开车嘛 到民政局门口了 到民政局门口了 我还就是 也没反应过来 我下车了之后 我妈把户本给她了 说那婚前不结形 那把季先登了吧 这都哪跟哪啊 我妈叫你去你就去 你根本都没有尊重过 我的想法我觉得 你这是爱我吗 这是她的妈妈找你的 还是你找她妈妈的 登记这件事 她妈妈找我 那你可以拒绝的呀 这事咋拒绝 我来问问啊 你确定你这么多年来 不知道她喜欢你 我不知道 她也没跟我讲过 那很奇怪喽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没有 就一个人怎么看 因为她从来没有表露出 她说喜欢我那种感觉 所以在你的心里面 这不就一个朋友吗 对吧 对啊 但是我俩特别要好 朋友之间就 关系特别好 我也觉得她优点特别多 她这人就特别善于交易 这么多年为什么你也没喜欢上她呢 这么多年 因为我觉得 就我俩那种感觉 她也没有给我那种暗号 说的喜欢我呀 不是 她不需要有暗号啊 你没有喜欢过她吗 我没有喜欢过 就是一个挺优秀的男生 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在自己每次有情感挫折 创伤或者喜悦的时候 你都会跟一个男生分享 你也从来没有 对她有感觉过 没有 然后你也不知道 这三五年期间 这个男生对你的情感 越来越深 哇 好奇怪啊 因为我俩就是太熟了 熟到下不了手了是吧 就是熟到就是 我根本不会认为 她是喜欢我的 那你跟她接触了这几个月 觉得她喜欢你吗 喜欢我呀 就是乃至让我逼迫 都特别有压力现在 太喜欢了 有点受不了了这种 但是你不喜欢她对吧 我没有不喜欢她呀 只是我不想这么早地结婚 我们从朋友到恋人 我也是有转换的 内心的一种状态 我还是喜欢的 我也就是真挺喜欢的 所以这个月结婚 和下个月结婚 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说之前 可能是没有区别 但是现在她跟我妈 就是紧紧相逼 这种感觉 让我特别有压力 让我不想再谈论 就结婚这个事 她要真走了 你也不会后悔吧 我也不知道 老师们来看看到底 怎么回事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所以在你们两个人 成为恋人之前 她是你的蓝颜之计 是吗 对 那你当时的历任男友 对她的存在 有什么微词吗 就她们观也都挺好的呀 你接受这个女人 一直不爱你吗 你娶一个就不爱你 对你从来没有 动过心的女人 我觉得我 我很喜欢她 但是能不能接受 她不爱我 这个是 没想到 她就是不爱你 能接受 她就是不爱你 能接受 能接受啊 嗯 你知道她不爱你吧 我不知道啊 都这么大的人 三十多岁的人了 爱情这两个事不明白 心动不明白吗 十几年一直在身边 所以你非常清楚 她不喜欢你 她是不想结婚吗 就是不想跟你结婚而已 她对你的这种态度 如果一直没有转变 你能接受得了吗 你应该不会吧 爱情这个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 又简单又复杂 简单就是我爱了 无条件的 可是复杂就在于 我不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样 就是爱不上 她对你没有心动的感觉 到现在可能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是恋人关系 可是可能在她那些深处 她一直还是把你当哥们看 所以我觉得 你再这样的继续 逼她逼她 那最后就把她逼走了 但是我更多的 我是想说 对于女孩来说 你知道就是 她的这些小手段 在一个如果喜欢她 爱她的女生看来 会觉得好幸福 好浪漫啊 这个男人可以对我这样 有多少女孩 亲自去操持结婚的事 烦都烦死了 哎呀能不能 你去管你去管 如果真的遇到 一个自己爱的人 他帮你把所有的事 全都安排好 不觉得幸福吗 所以你要诚实 你要真诚 就是你不喜欢她 不爱她 你就清楚明确地告诉她 不要试试 爱情这个东西试不得 你试了就是伤人又伤己 你想想 就看在她守在你身边 这么多年 难道换不来你一句实话吗 你是现在不想结婚吗 你是能拖几个月 就能跟她结婚领证的人吗 你骗得了她 你骗不了自己的内心呀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一直在寻找 在等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 那就别辜负 现在对你好的这个男人 我觉得唯一你做的 不厚道的一点就是 你明明心知肚明 你什么都明白 现在就是因为 还没有出现 那个让你更心动的人 你信不信 如果出现一个男生 让你心动 你分分钟甩了他 但这样对他来说不厚道 所以我希望 你把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认认真真 轻轻处处地告诉他 好吗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